哦 跑不起來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李丹向你發起連線 我接收這個是不是 你好 你卡住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感觉有点吵 为什么大家听不到还是看不到我 你看一下声音开什么 你先进来 哈喽 你好 你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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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进来 哈喽 你好 我说好意思是大家的声音 我说好意思是大家的声音 把东西开进去镜头 我说好意思是大家的声音 我说好意思是什么 把东西开进去镜头 好意思是 就是这样吗 好意思是 导規多 导規多 我没有退掉了 导規多 summon 关闭是不是 这没有 没有停掉 大狐哥那怎么了 哈喽 现在大家正常了吗 16430592 哎 怎么了 是不是就剩我们三个了 哈喽 我们三个应该没问题 我这边ok 啊我现在才好 刚才有点乱 啊 嗨 嗨 哈喽哈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紫琪你在哪啊 嗨大家好 哈喽 抱歉我这边卡了吗 现在还有谁没有进来 大维哥还没有进来 但是我看大家都好卡 不许 哪卡 现在我们在等大维哥了吧 现在大家最后还是还不错 早回事 啊 啊 我现在这边不卡了 我感觉现在我们在线的五个人信号都还不错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再等一下大维哥 他应该马上就进来了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刷评论 我刚实在是太卡了 抱歉抱歉 我真的听大家都是电影 我完全听不清 嗯 你现在能听清吗 我换成那个网吗 我试一下 哎 这有了 啊 这可以了 好的 哈喽各位 主创 大家好 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功夫 反诈 好了 我切到5G就好了 很多 那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开始开始开始 如果可以开始给我比个这个 好 为啥呀 OK 你好全部在线 我确定了一遍 所以其实今天晚上呢 各位期待已久的根据新型网络犯罪 真实案例改编的反诈宣传剧公诉 就要在22点即将在我们的腾讯视频首播了 那这部剧呢 其实是讲述了我们的检察官安妮 以及警察和路员联手跨国追踪电信网络炸天案的故事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一天已经陆续的在各种平台上刷到短视频跟剧情了 真的期待值拉满 所以呢 首先欢迎我们各位主演也一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从热吧开始 安妮 哈喽 正在收看腾讯视频 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力热吧 然后我在公诉中饰演名检察官安妮 她的人物线就是从一个目睹了自己的师姐 被这些犯罪分子杀害之后 经过了一些时间 然后重新启动这个案件并且抓住坏人的故事 哇 期待期待 来 大伟哥 大家好 我是佟大伟 我这次在公诉里面饰演的是何路员 是一名刑警 那个这次也是跟那个安妮检察官一起联手这个侦破电信诈骗的案件 嗯 欢迎欢迎 敬如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敬如 我在公诉里面饰演的是名律师 叫李依堂 也是安妮的大学同学 好 动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杭栋 我在公诉中饰演的是肖木恩 好肖董 哈哈 紫棋 紫棋来 大家好 我是熊紫棋 在公诉中饰演冲动叛逆但又善良勇敢的张小北 嗯 欢迎各位主创 那其实今天晚上也开始追剧了 也给大家一个追剧小提示就是当剧情陷入到回忆的戏份的时候屏幕上我们弹幕也会开启时光倒流模式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发弹幕来感受和体验一下让各位的网友更了解大家在剧中的角色的特点 所以现在我们也请各位哈来说一说在你们印象当中彼此角色的一些关键词的印象好吧我们从这个平安一路组合来开始怎么样 来安妮 嗯 我来说一下我对何路元就是大维哥饰演的何路元这个角色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能文能武非常聪明的一个警察 然后和他相处的话其实我们两个在剧中这个角色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一个冤吻就是他们在很早之前就认识但是一直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但是后来我们解开误会的方式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呢但我去算看还没播我就不让大家看我直接说吧就是一包瓜子儿 哦说了瓜子儿我今天其实有给何路元带了一份礼物 哦 那得快递过来啊 谢谢 何队长你没有带什么礼物吗 当然了我当然有带礼物了那个我们这个戏里的话我跟这个热巴演的这个安妮有特别多的渊源然后这个这个有一个小物件这个是穿起来我们俩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物件这是一个小的发卡啊啊对这个这个是给这个热巴带的 然后这个也这个同时也是我们这个这个系里的一个案件的一个很关键的证物嗯啊发卡的那个其实我在预告片的那个段落当中有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证物对不对嗯嗯 那两位主演也不给我们做剧透那那我们从下面静如呢静如在你的印象当中来说说动格实验的角色 动格呢动格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好好编好好想好好编 我觉得动格是一个怎么说互联网的算盘侠对我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键盘侠动格是吗又是我看到你那个有人说动格这次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像是一个伪装了很久的坏人 人是好人饰演角色我不剧透让大家去戏里看 那静如呢这一次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有什么特点 董哥评下一个静如的角色吧要不让动格来说 能把我可以把所有描绘描描绘女性的优美的词全给静如 哦那那安妮怎么办 那是我心中的神 一碗水三瓶 那紫棋那这一次动格是一个什么 紫棋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动格你觉得 跟他现在看到的一样阳光帅气 谢谢谢谢东格 紫棋那在你心里面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角色给你自己带来的影响是不是还挺大的 因为看到很多人都很心疼小北 但是不知道这个小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哇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也蛮心疼的 每天在现场做的最多的就是受伤的装 受伤的装会比较多 对会经常性的被打呀 我看就是还挺挺挺开心的 然后去感受了小北的人生对不对 就是挺不一样的这一次角色之力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刺激的冒险在公宿里面 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大家的身份的信息量都很大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追剧的时候也一定要留心 公宿呢这部作品它是由我们的最高检出品知道的 那各位主演其实在准备的时候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现在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感受 安妮热巴这一次是第一次饰演检察官的角色 难度大吗你觉得 挺大的 因为以前其实说实话可能对检察官的了解不是那么的多 对不起我接受一下这个邀请 好 回来了 然后大卫跟我现在介绍我的角色 好太好了 好 那你这是第一次饰演 所以就是有在拍戏前 对大家一起录制剧本的时候也跟他一起录制剧本的时候 是吧你那边的声音有点闷 你看看你那个麦是不是挡上了 我听着你的声音有点闷 是不是啊 大家大家都觉得你那声有点闷 对大家反应声有点小 是不是有一粒瓜子盖在了那个话筒上 哦 这是 这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他想请大家唱这个刘洋和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爱的爱你 哎 这个声音ok了吗 这个 是 我要不大声点吧 因为我没有那个话筒 然后 哈哈哈哈 就是啊 啊 我这是 然后就是当时我们去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跟真正的检察官去沟通 然后在开戏过程中如果有不太懂的地方 然后也会跟这个检察官一起去交流 呃 我觉得在深入去了解检察官这个行业以后就是 我对检察官的这个职业就是非常的尊敬 因为以前可能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会和 会不会和律师一样 但是真正去试演才发现 检察官这职业也是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放过 然后努力让这些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还有安全感 让大家 嗯 永远不安重心的去做着他们 追候法律的正义 热巴太可爱了 你知道 说的太好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热巴台词功底很好啊 中气十足的 然后把这段话说下来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评论区现在很多网友都都都说 就给迪利热巴叫了一个迪利喇叭 你看到网友评论吗 迪利喇叭 哈哈哈 你现在要不要调一下自己的麦克风啊热巴 之后还是要一直拿这个喇叭吗 哈哈哈 这个本来是我一口道具 但是因为我现在声音太小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一点是不是 现在好一点 就是凑近说可能会好一点点 好好好 那我靠近一点说好了 就不好了 啊 啊 这就是这样可以 好嘞这样是ok的这样ok的 那大维哥也介绍一下何路人就是队长的角色吧 我是不是第一次演警察 但是这次就是就每演一次警察都有一些深刻的体会 尤其是他们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这种艰辛困难 然后这个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去这个去去去去解救 我们要解救的这个人质也好 还是这个去抓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好 真的每一次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理解警察这个职业 然后给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嗯 嗯 我听说您家人其实也有人在从事警察 对我家里头有一些亲属都是警察 然后嗯 其实对这个职业还是从小是很向往的 然后后来阴差阳做的就是只能演警察 不能真的做警察 然后对 这次这次拍戏 所以我原来知道这个警服啊 有这个做训服和长服 还有这个呃 呃 就是那我这次知道有有那个什么啊 执勤服 我这次知道那个警服还有礼服 所以他们是有四套衣服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三套衣服 嗯 所以这一次又是科普了 然后也 对又又又学到又学到点东西 嗯 嗯 静如呢这次饰演的是一个律师对不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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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因为我这次演的律师嘛 我对之前对律师的印象 我就觉得是可以折战群里 特别的炸 然后特别的有气场的那种 但是其实这次拍摄的过程中 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律师的这种意义 因为他在你准备自己案件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收集大量的这些信息 然后包括时刻 如果关注你当事人的一些状态啊 或者有没有一些遗漏的信息啊什么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 并不是我想象的能源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林唐在这部剧里面就是有一点烈爱脑 就是 对 它就是有一点烈爱脑 而且就是有点柔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爱别人之前还是要先学会爱自己 先学会爱自己 东哥这一次饰演的肖总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了吧 可以 是一个极其向上的 有爱心的一个 马农 对 工作人员 嗯 卡字尔的电盘侠 对 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介绍的 然后呢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组就是 剧组的工作氛围都特别好 然后工作人员之间 演员之间会为了一场戏 为了一个角色 或者后面的那个怎么发展 我们经常会讨论 这是难闷可贵的 让我感受 不多 嗯 子琪呢 这一次的消费 这个 这次是一个让安妮姐还有姐夫 还有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 怎么说 操碎了心 操碎了心 真的是为了我 觉得还是蛮对不起大家 哈哈哈 这个角色应该会有很多的情绪系在里面 对对对 他这个情绪的戏分 每一场都要准备的 其实特别充分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 听一些特别悲壮的音乐呀 或者说是 就不能再看一些特别开心的东西了 嗯 所以刚刚听了这么多啊 大家的角色身上真的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那我注意到 其实这部剧也是有自己的科普意义在的 并且呢 也是向大家去科普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包括我们说到检察官 有一名是公检联席 对不对 那安妮要不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公检联席是什么 嗯 公检联席呢 一般指的是由一方发起 或者是由双方共同发起的 由这个各方的办案人员共同讨论 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进行沟通交流会议 就叫公检联席 哇 你看就是这就是从角色身上寄取到的 对吧 就是通过一个角色 然后也知道很多的名词 或者是知道很多的知识 其实很多的网友 我们看到也是在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些检察官的小知识 比如说 我们看也帮网友朋友们整理了一些问题 有人说检察官为什么需要出国查案 这个热霸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对 其实有的网友提问检察官为什么需要出国查案这个事情 其实根据这个司法主权原则呢 我国的办案人员在境外是没有执法权的 呃 因此这个出国查案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够严谨的 执法行为应该应当是要依靠当地的执法力量进行 也就是刑事司法援助 哦 所以但是我来 我来 我不好意思啊 我这两次掉线是因为手机提示温度太高 我觉得我们这个系的热度可能会太高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两次都是手机下边显示温度太高 啪就断了 你知道吗 有腾讯网友说大维哥是在山里吗 哈哈哈 我这还有wifi呢 哈哈哈 大维哥也拿喇叭 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热霸继续给我们科普 继续科普 嗯继续科普 也就是刑事啊 刑事司法协助 嗯 当地的一些执法力量来进行这个刑事司法协助 嗯 其实如果出现特殊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以及避免那一些损害结果的一个发生 那其次其实也可以在所在国法律 引起的一个幅度的情况下去 采取一些防卫的措施 并且要通通知当地的警方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但是不能超越应有的一个限度 代位所在国执法机关的活动 所以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 但是通过这部剧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对检察官哪以及办案啊 这些司法流程啊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呢也请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这些知识的话 请关注我们腾讯视频站内即将上线的对话检察官的采访 哇这次在那个腾讯还有其他的一些追剧的小惊喜 比如关注时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弹幕出现 关注中如果你有不明白的知识点点击暂停后 页面跳窗也会有神秘惊喜出现 你看大维哥这个主持人做的可以 所以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追剧体验呢 在看到高能剧情的时候 我觉得高能剧情一定会很多 千万不要忘了进行屏幕的标记 互动会产生我们的高能曲线 在讨论区任意给帖子点赞 还会出现我们安妮的小头像 大家在追剧的时候一定要试一试好不好 咱们现在能试吗 来我们跳出来一个安妮的头像看看 又出来了 那我们只能点图一是吧 满屏图一 其实这部剧主要讲的是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故事 它其实更像是一部反诈的科普片 因为我们电信诈骗网络 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各位主创 也给大家准备一些诈骗的套路 和反诈的小技巧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给网友们科普 和普及一些反诈小知识的环节了 所以首先从安妮开始吧 其实讲一个大家离不开 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会进行网购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的快键 会被利用会被这些骗子给利用 那这些自称是快递公司的人 会让你通过一些微信的一些办理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理赔 进而发送一些病毒连接 或者给你发送短信的一些病毒连接 这样的话如果你点进这个链接里 那你就等于是掉进这个骗子坑里了 对现在那个视频电话也很常见 有些骗子的利用AI的科技 呃换取人像进行换脸 很多无法辨别其中要害的中老中老年人啊受骗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长辈接到自己孩子的求助电话 视频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再三的确认 最好能够就是跟这个自己的孩子啊老人啊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暗号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比如说跟家里的人最好暗号 一旦有人要去那个骗自己的家人说吃饭 比如说我妈其实就曾经接到过电话 就说有那个犯罪不法分子伪装存我 然后问她要钱 这个时候其实说应该商量一个暗号 嗯 嗯 静如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客户 还有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诈骗电话 就是4001701开头的这个电话 嗯 这些可能是骗子电话 他会自称说是警察或者是采官呃相关的工作人员 他就是说你涉嫌违法犯罪要提供你的银行卡的信息 或者是证证的信息 或者就是到当地开始走过来一趟什么 对什么都会骗子一些诈骗手段 然后大家气急一下的 就我前些天真实的案例我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诈骗电话 然后就说啊说我是问证有问题 让我到当地他会走过来验证你 然后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之后我跟东之内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96110打过来 他说你刚刚是不是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警察 我说你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 他说是真的 他说你一定要认准 就是96110这个是一个反驾线的人 所以这个 要记住96110 所以96110的电话是指定一定要接听的 因为是反电性网络诈骗的专用电话 96110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 来动哥 我再补充一个那就是电话有了 那就是邮箱 很多人都邮箱也会中标 所以说就希望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分层称号啊 像什么电话号码 分层称号 邮箱号码 就轻易不要透露自己 嗯 嗯 我觉得我就以张小北这个为例子吧 其实现在犯罪分子他们针对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来针对年轻人像那些校园带啊 或者说网络聊天室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景气 嗯 所以记笔记了家人们一定要记好刚刚大家说的这一些 不要掉入犯罪分子的陷阱里面 所以听了那么多诈骗套路 下面我们也请各位变声一下我们的反诈宣传委员好不好 来分享一些反诈的小技巧 哎 安妮 反诈委员 他出早了刚才 就是我们这边讲了一个顺口溜 来了开始啊 他 好 草莓蓝莓卖热莓 小心片子听到没 哈哈哈哈哈哈 小心片子听到没 下一句 好蜜瓜 好蜜瓜 不做败片 小小瓜 哈哈哈哈 此处应该有掌声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热巴今天你的那个那边的麦是不是就调到了专门为这个大喇叭准备的这个效果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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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好像这个喇叭以后声音就是特别正常 用上喇叭好像就是极度和谐这种画面对没用上喇叭就差点意思是他们故意的吧 哈 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大伟哥呢大伟哥 来我这啊我这需要一个bcm我得有一个那个快板 你们来给我打一个快板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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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特服来电虚警惕不行你就问问题办理业务虚留心反诈技巧保护 呼 哎你这节奏还不太好控啊哈哈 他这个最后怎么停了卡了 卡了 哈哈哈哈 就一个字卡 哈哈哈哈 最后那个你 最后那个你怎么把节奏捉出来 完了笑不活了家人们 我感觉来到了一个这个喜悦天哪 啊 啊 哈哈哈 我把大家可以看到 反诈技巧保护肯定是个你 哈哈 对 哎我们再等他回来期待上线 但靳如先说吧要不 好累好累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表情包的猜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有点难度 对 然后这个是横着的 然后有没有能猜到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来关注一下评论区有没有一些朋友给了线索和答案啊 是横着的 横着的 烟火的 第一个是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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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涂号 第二个是涂号 大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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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个 又是又是 又是温度太高 又是温度太高 这这我已经 我从来没有出现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就是 哎呀这个戏 要热成什么样啊 他手机都给我热的都烫坏了 我我刷到一条网友的评论 大维哥是不是被老A叫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 来我们我们来猜谜哈 现在到进炉了 好嘞 这个图 表情包 然后猜这个图 大家有能猜到 这个表情包 报榜 除号 阳光 呃 灶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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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厨厨 灶厨厨 灶厨厨厨 来,东哥呢?准备了什么? 我这个长,他们给我弄了一个公式出来。 哎哟,会整活儿。 你看,我一共有八条公式。 什么就好像看不见。 大家截个评吧,我就不读了。 这就省事了。 好,大家可以把这个截一下我们的反诈公式,以后一定能用到。 一共有几个公式,十条公式,对不对? 十条。 我这上面一共是八条公式。 另外两条补充一下,大卫哥。 看不清啊,这实在是看不清啊,这儿太小了。 行,饶过你哈,我们一起去这个肖总的剧里面找一找,有没有跟这个公式相重合的部分。 子琪,准备了什么? 那我就用我的铁领画给大家讲一下反诈标语吧。 铁领画? 对,电信片子,贼能射箭底。 上哪儿没看着,贴上料馅饼。 畅游网络,真得加小心。 诈骗手段,嘎嘎在翻新。 哎呦,掌声。 嘎嘎。 我看到有一条评论。 鸭运冠军万人迷,辽宁拧嘴熊子齐。 特别鸭运啊,这特别鸭运。 烧鸭了。 嗯,还有人在Cue热巴说东北话你的part来了。 这是什么感儿? 东北人,东北一家人,但是一家人。 好,其实所以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网友对于我们的花式反诈整活反应是很强烈的,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回应。 所以呢,直播弹幕不要停,评论不要停,但是我们的聚集弹幕也请大家多多给力的刷起来。 因为后续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各位主创一起去到弹幕区陪大家一同唠嗑。 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主创也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福利吧。 我们要不要来立一个千万弹幕的flag? 就是如果我们的站内弹幕破千万的话,大家就要完成现在你们立下的flag的任务。怎么样? 可以吗?可以吗? 一千万弹幕的flag哦。 要不要给你? 千万弹幕的flag。 按你的信心,拿出来。 一千万弹幕的flag。 昨天发了一个微博,然后有很多张照片。 82张吧? 83张。 哦,那我是不完全成绩。83张照片。 所以千万弹幕要立一个什么flag。 反正是80多张啦。 然后如果那个站内的这个弹幕破千万的话,那我就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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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多少吗? 有的 чтоб发,肯定前多日次拍我就发100多张。 是拍。 1百多张,反正超过83张。 但觉得要超过这四张。 因为我们又没有什么别人伞弹。 我已经依待起来了。 你可以跳舞啊,那不是你的专业宝嘛。 还有网友说我们要摧根ŭ啊。 那再接着我给大家跳舞。 大家肯定的时候正在追剧呢,肯定也不想跳舞嘛。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那那那不一定 你看有人说录下你的证据了 一定很期待你的100张图 好的好的 大家努力破千万 大维哥 他发100张 我发200张 估计也没人看是吧 我们选一个别的吧 选一个这个 我送点这个这个我们戏中的道具 我跟热巴的一个贯穿道具 瓜子吧 但是我觉得只送瓜子还不够 要不是让热巴再签名的瓜子 太热巴签名了 瓜子 我难签啊 包装袋 找找那个包装 对对对对 好不好 有这个我觉得热巴到时候配合我一下啊 好好好 那就是热巴牌瓜子 哈哈哈 也相当于是我的福利了朋友们 哈哈哈 对安妮安妮牌瓜子 安妮牌瓜子 好可以 静如 FLAG怎么利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牌异 我要不也送点啥吧 但是我送啥 不然我就破签案之后 我就送一个礼物盲盒吧 然后大家就是呼声比较高 想要什么吧 然后给大家 并可能的满足大家的 一切 那这个就是看什么呼声最高 对对对 热巴牌瓜子 呼声最高 我经常会给你留言的那个小可爱 你都送给我 哈哈哈 可以 冬哥 你的福利是什么 那瓜子有了 那我就送个花生毛豆吧 之类的 哈哈哈 这咱们今天晚上是凑一桌烧烤是吗 哈哈哈 烧烤紫棋来 东北烧烤 哈哈哈 真行 东北烧烤 大力推广 啊 行 毛豆也行 紫棋呢 啊 这个我们这个破千万了 我给大家到时候 在线上多唱几个歌吧 嗯 哦 给大家祝祝姓 祝祝姓 祝祝姓 所以 哎 大维哥又被刮走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大维哥 给手机交到温度了 哎 所以那么多flag 我觉得一定是让人期待的 所以呢 也请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哈 22点每天定时来我们的腾讯视频追公诉追剧 提醒大家会员每周日到周四是更新两集 每周五六更新一集 那非会员呢次日每日更新一集 同时呢我们的公诉也会在 通讯视频的海外站VTV全球同步播出 我们海外的朋友也同时可以关注到哈 所以呢我们的各位粉丝朋友也不要在弹幕区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反诈 你也请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 看现在有有好多人在看直播 大家有没有一些反诈计调 能够给给到我们的这个逐创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哎怎么看不见我呀 我们能看见你但是你没动 我说话有声是吧 有 那太逗了 这个电话第四次的刚才又因为太热了 然后又又关机了 哎呀这个热度真的有点太热了 你看现在大维哥在我这儿他是声话不同步的 他只有声他没有画面 在我这儿大维哥有声音但是人没动 好没事我们用声音交流也可以 我们看看网友有没有一些反诈技巧啊 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不轻易借钱 还有人说小韩说只要说打钱的都要小心了 韩前伤感情退退退退退不接陌生电话 来热吧也给我们读几条热评吧不如 安妮 你没进来 安妮在线 在线 在线 和队长掉线吧 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不要接陌生的奇怪的电话 问就是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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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一个叫色安的朋友说单单姐帮我跟热吧说最近要照顾好自己 好的好的你也是 还有人说不点陌生链接不轻易转照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 对对对 其实这些的话还是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 因为骗子的手段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也得就是多小心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会用到就是这些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要防他们的这些招式 是的而且最近还有平凡的在刷到AI换脸的这个诈骗 大家也一定要小心 无论是电话或者是视频有画面一定要再三确认是自己的家人 千万不要被犯罪分子陷阱所套住 除非他们用的是热吧的脸 大家考虑考虑 哎我这个是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能看见你们 然后我我我的头像不显示呢 哈哈哈哈 我们这看 大伟哥要不要 大伟哥你是不是应该退了再重新进一下 我退了 因为我刚才是掉下去的 然后现在登了几次都是这样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能听到你们 但是你的画面就定格在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表情上 那还有还有定格的照片呢 那也还可以啊 哈哈哈哈 我这是我这是黑屏的 啊 我们现在就是你的画面定格在一个就是你 你饰演的何队长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之中 就感觉这个案子破到一半进展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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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吧我承认吧我其实是在郊区就是这么回事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有网友说大伟哥哥冰箱降降温吧 哈哈哈哈 电话哥冰箱难道我也要钻进冰箱里跟他一同降温吗 哈哈哈哈 嗯 快来咱接着往下看不见我就看不见我吧 那我们就听声吧我们就听声吧 你们就听声吧啊 嗯嗯 好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很多反诈的小招数了 所以日常反诈很重要的 今天呢也聊了很多反诈小技巧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生活真的有帮助 那现在呢我觉得再聊回到工序这部剧 大家刚刚已经介绍了你们试点的角色 包括决策的自己的一生特点 那我觉得这部剧应该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收获 最后也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从这部剧里面自己的决策收获到了一些心理的朋友 来月吧 嗯嗯 首先我就是明白了检察官工作的意义 就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情公正 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部剧之后能够理解检察官的工作 能够了解这份职业 也希望未来所有的检察官们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 然后继续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轻松的去了解到这些反诈的一些常识 最高总也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在剧播的时间呢 最高总也会有一些案件的根底啊 实施的托谱啊 还有一些官方活动 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公司前任的用心 也可以最多支持我们公司 嗯好的 大家在这里要帮我们的所有喜欢热巴的朋友提前祝热巴生日快乐 马上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要不一起唱首生日歌吧 提前给热巴做一下 好主意来快 三二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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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追工序,对不对,期待你会有一部转型的作品,很多很多人看到东西喜欢这个标准 大伟哥呢,这一次演警察的经历又多了一次,你现在就跟我们语音分享吧 对,就是再次饰演警察,然后能穿上那身从小就特别向往的衣服,觉得很神圣 就真的,我是地地道道的警察的二代,然后关于警察的部分,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这次演这个戏,社会意义非常的多,了解了更多跟电信诈骗,然后反诈骗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 然后这次在我们这个戏播出的期间啊,我们线下呢,会在校园啊,银行啊,还有一些这个电信的地方,会同步一些反诈的宣传 这个可能在大家在路上也会看见,然后希望这个大家看完我们公诉这部戏以后呢,有更强的这个反诈的意识啊,随时随地的反诈 这样一部作品就非常有意义,这个角色也很有意义,定如呢?律师的角色? 拍一部戏说过就是,不管你同事哪一个职业吧,都要遵守这个职业的职责和本分,就是这种职业的职业解决和道德 也希望大家看了公诉之后,能够真正做到,实际确确确都拥有反诈意识,这也是我们拍公诉这部戏的意义 嗯,反诈知识确实需要宣传,因为说你已经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了,东哥呢? 拍这个戏啊,我知道刚下的一些电信网络诈骗,他们的情绪是花样改变的 我希望在这种大数据的时代,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一个信息的安全 啊! 你就对自己脸吧! 你看我们这个朋友们,我们推广一下这种诈骗套路, 这个人传绘,第一次帮助那些老人呐,然后都… 有机? 做传播下我们这个反诈知识 嗯,做传播反诈知识 其实在接触到公宿和张晓北之前 我也是一直以为这些诈骗可能目标针对的是一些老年人 但可能很多青年朋友也是这个重灾区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也希望那些受过电信诈骗伤害的朋友们能够早日的走出来 因为未来的生活还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我觉得都要时刻的去将反诈意识牢牢的记在自己的内心里 然后不给犯罪分子钻空子的机会 那这样一部剧一定有很多的剧情都能在现实上当中 因为据我了解其实是最高点 是真实案例改编的对吗?很多剧情 你回来了?我终于上来了 不是刚才经历了一个坏手机 因为我觉得大家总看不见我也不太合适 刚刚有朋友说完了那个我们待会直播结束之前能不能再看我们的队长翼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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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就是这部剧哈 我觉得想请安妮啊 还有我们的队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它里面的很多剧情其实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 也是真实案例去改编的对不对 是的 有一些什么样具有普世性的案例可以给大家提前的不做剧透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大卫哥 就大家今天晚上去追剧吧 我们这在这这这这两个小时还那个还等不了 实在是有一点期待了 所以这部这其实不仅拉拉近了我们的群众和观众之间公检系统的一个距离 同时也在用心的科普了我们的知识 也希望大家主创的这一份用心能够真正的被所有所有的观众 感受到那一会呢 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前 我觉得大家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才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 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部剧的一些精彩的亮点 大家各自也来推荐一下吧好不好 安妮再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 其实就像我们河队长刚说的就是今天晚上29号晚上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相约在腾讯视频 然后里面会有大家可能家里的老人也非常适合看这部剧 可以在大家轻松追剧的同时也能够去了解到一些反诈的知识 所以我们在腾讯视频安妮与你们不见不散 恭喜公诉全员与你们不见不散 好今天晚上一定会看的大维哥又暂时离开 可能就是我们的队长就已经去现场了 一直在抓犯罪分子第一线 来来来静如给大家先推荐一下 就是公诉这部剧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用心的一部作品 然后也可以在观看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反诈片的知识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然后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反诈的反诈的这些这些对这些信息 好好好学习反诈信息 冬哥 我们这个戏是适合全家人坐在一起观看的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用心的付出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 欢迎大家来评论视频推剧 大维哥又回来了 刚刚去执行任务 我又回来了 我又我又我又一次又一次被烧下线了 热的下线了 大家说就是去执行任务了 可能是 哈哈哈哈哈哈 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些估计 安利一下 嗯就是大家想看热吧想看了那么久 那个我们今天就一起等在这个腾讯视频是几点 22点是吧 10点对晚上的10点22点 对10点大家一起那个等我们的公诉 嗯不见不散我们我们在在腾讯视频里等你们哦 等你们哦 来紫棋 大家一定要来腾讯视频来看美美的大家帅帅的各位 然后剧情又是一个非常跌宕起伏特别刺激特别好看 一定要看公诉 一定看公诉全家总诺员看起来啊 看公诉看紫棋 哎哎哎哎哎哎 紫棋是不是还是不是还有过两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戏要播啊在在在是是是是啊那今天不说了我就好像不在我们平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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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天看公诉 看公诉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告一尾声了更多的精彩剧情和我们的反诈小知识要各位朋友用心去追剧才能看到了功力长载温暖永存成为VIP为正义加速我们的会员朋友精彩不要走开今天晚上锁定22点那非会员的朋友呢想要去追剧的话呢 也一起来到我们的腾讯视频VIP微博微信以及各大短视频的账号参与抽奖首次关注VIP公众号更有可能获得我们的31天会员哦所以记得每天晚上22点来腾讯视频和腾讯视频海外站VTV追剧那今天我们今天可能现在就要我们的主创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哎不要这么快说再见好不好热吧要不要满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心愿有有网友说热吧比个心啊 回应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主创的问题吗可以珍惜珍惜这10分钟的时间还有9分钟哦 其实我们大家在拍这部剧的时候特别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当时我们拍这剧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 首先是嗯我去了解这个新的角色然后通过跟大家所有的优秀的演员一起去创作这部剧所以到现在我都感觉拍戏那段时间那种开心的回忆一直都历历在目嗯我感觉就是像虽然现在虽然要在聚播前说这些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在宣传但是还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然后感谢所有的演员也感谢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 我们的剩下的四位演员然后和你们一起工作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也希望啊观众朋友们也能够啊通过这部剧感受到正能量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啊关于诈骗的一些常识 呃所以请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到这个腾讯视频来关注到我们的公诉谢谢嗯 好的其实这部剧是在呃拍摄时间镜组有多长时间啊热霸 大卫哥听到我说这些他就离开了啊大卫哥又离开了啊 哈哈哈哈 对这部剧的拍摄时长降 máy lighting 三个多月吧但是 我们还拍得很快因为大家之间的默契真的是在我很多剧就是我拍很多剧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快培养好默契但是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来的嘛但是我们这部剧我跟所有的演员之间就是 我先说我跟我闺蜜静如之间吧 就我们两个好像 对我们两个好像第二天 就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 要把他吓掉了 哇 他快点回来了 在哪儿怎么进去 你已经进来了 已经在 我们在说一些记忆犹新难忘的瞬间 我觉得今天我的这个通讯设备的能力 可能很难抓到老A 这个老断线也不太行 就是热度太高 也不能这样吧 影响影响我们工作 老A听到打了个喷气 没事大为哥 反正老A不在这 好吧 老A你小心了 老A不在这这是重点 主持人点了点头 老A不在问号问号 这里到底有没有老A 那大家只有追剧才能知道 反正老A目前现在还不在这 我刚才听了一半热巴说 在成都拍戏的时候 他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愉快 我觉得在成都拍戏啊 就是大家相处的开心之外啊 最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成都的美食太多了 我那就是那段我那段时间会 我我每周会让自己就是吃一顿当地的好吃的去吃个什么串串啊什么的 就住的那附近就有随便找一个路边摊吃的都很好吃 而且就是在成都会有那种就只卖麻婆豆腐的那个餐厅卖了多少年 然后那个麻婆豆腐好吃到可以天天去吃 确确确实是不太能吃辣的 嗯很喜欢成都的美食 然后这个成都的这个生活节奏也也也也也也很适宜居住 对在那觉得对就是除了我们呃呃就是创作以外在那的收获 嗯 成都是美食之都 我看到底下还有人评论说麻辣兔头 哈哈哈到饭底了各位有点饿了 对我刚才看到那个有人问那个酸奶疙瘩的事啊 我们就我们好像这这里所有的人都吃过热疤的酸奶疙瘩 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梗 也有一天在网上看见就说什么酸奶疙瘩 我说这是什么呀 然后就转天拍戏 然后那个热疤就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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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说什么吗他说到一半又吃过嘴罩 我吃了 对 其实我也我也说 啊 安利的酸奶疙瘩真的是超 天呐 笑不活了 很好吃对不对 嗯 很意想不到真的很意想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很意想不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他是他是什么 给大家安利 下次我寄给你吧主持人要是你想吃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尝试一下哈哈哈哈 可以尝试一下 反正就是我每次就是拍剧拍得很开心的时候 就跟大家就是一起聊聊聊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法宝 哈哈哈哈 反正出去对这会拉更加拉近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 吃完就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大维哥刚刚有朋友说他已经被酸掉线了 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大维哥是酸奶疙瘩吃的这个酸掉线了是吗 哈哈哈哎呀就是一说到酸奶疙瘩的热度又来了 所以就是就又我又被热的死鸡了 那个对就好像大家应该都吃吃过那酸奶疙瘩 我觉得我觉得还可以没有就是那个有一些朋友评论的那么那个就是难以下咽 因为我还挺爱吃酸的东西 而且他那个奶制品做的他为什么那么酸啊 他发酵吗 他里边没加添加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里我觉得里边啊是稍微添加一点这个甜的口感 可能他的那个味道就会对会会会不一样很多 但是现在呢消食的他作用应该是很强的 比如说吃撑了吃肉吃多了 然后吃点这个酸奶疙瘩 然后让他消消食 他可以起到山楂的作用 大家说啊吃完可能就是过命的交情 那我们都是过命的交情 我们在戏里头那个经历的生死 嗯是甜口还是咸口 酸口 主要主要主要是酸本来想甜没甜成然后变酸了 啊哈哈底下都说全都被安利吃了是吧 洞哥也吃了自欣也吃了 嗯好吃吧好吃好吃好吃 还是喜欢拔不过 好吃好吃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差不多直播时间也到了哈 也不打扰大家接下来的工作了 请大家今天晚上务必22点钟锁定我们的腾讯视频追攻速 好不好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剧集 然后呢也请各位经常来到腾讯视频 跟大家一起互动在弹幕上打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呀 包括高能剧情的关注 大家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弹幕 然后积极的评论和讨论 谢谢大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我觉得下线之前还要再一次的祝热巴生日快乐 啊谢谢 对同时在线14万多这14万多人看过了 那我们得一起那个祝热巴快乐啊 永远年轻美丽漂亮 然后这个多拍好片子好角色啊 好的谢谢大爷哥谢谢大家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好预祝热巴生日快乐 也预祝大家都能喜欢这一部公诉 喜欢公诉里面每个角色 然后也喜欢各位主创用真心真诚为大家去刻画这个角色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部剧里面找到一些反诈小知识 真正的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好不好 希望我们这部戏的热度能像我的手机的温度一样 把我手机烧关机了好几次 谢谢 必须的 冲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见了 拜拜 今天晚上追剧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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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快点 你怎么还在呢 打针啊 生日快乐 拜拜 剩下话咱微信说 拜拜 拜拜 好大家就说 好